特别是我们住在这个时代 科学技术发达 资讯发达 交通边界 一个地球变成地球村 人与人 接触非常频繁 不像古时候 老死不相往来 那个对外面不懂 没关系 现在接触频繁就要知道 知此知彼 对自己知道 对别人也知道 相处就不会产生矛盾 不会产生冲突 能够平等对待 荒谱相处 地球并不大 这个里头还有战争 那是很可悲的现象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 发生战争 彼此双方缺乏了解 了解自己 不了解对方 会发生冲突 不了解自己 也不了解对方 就随时发生冲突 所以要想化解冲突 化解战争 真的一定要靠 多元文化的教育 我们生在这个地球上 对于地球上 各个族群要了解 每个国家要了解 读他们的地理 读他们的历史 是这个了解 他们的文化 这才能活目相处 这一桩事情 应该是联合国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可惜他没有认证去做 和平会议不能解决 会议的时间短 只有一些专家学者 在一起讨论 做出的报告 虽然送给各个政府 做参考 人家未必接受 未必能接纳了 真正产生效果 联合国要变成一个大石 石树机构 集合全世界各个族群 各个国家的精英 这些教授老师 每一天在电台里面就广播 去讲解 介绍全世界不同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信仰 我大家通通都知道了 问题就能解决 所以族群可以团结 宗教可以团结 我这些年 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一些经验 只要我们真诚待人 他就真诚对我 他有困难 我去帮助他 我有困难 他自动来帮助我 这好事情啊 应该要做 人与人间也讲信用 答应别人事情 一定要做到 特别是族群跟族群忘了 答应他做不到 信用心就丧失掉 那个人不要跟他往来 说话不散俗的